暑假就快过完了 除了出远门去旅行之外 在这个炎炎夏日的暑假期间 该去哪里遛小孩才好呢 新北市民政局日前推荐 八个具有特色 还有艺文课程的市民活动中心 让家长可以带着孩子走出户外 想避暑也不怕没有地方去 而在淡水的新兴活动中心 更名列其中 我们淡水新兴活动中心 是一个绿建筑 是当初有得到奖项的肯定 那其中我们各个楼层的设备 都非常丰富 尤其是四楼 我们规划为一个亲子的活动空间 不只是有大型的摇摇码 积木 甚至我们有童书绘本等等 区长表示淡水新兴市民活动中心 四楼有专为幼儿规划的 亲子家庭主题空间 有大型的积木 摇摇码以及跳跳码 等游乐器具 还有丰富的童书与绘本 此外坊间的游乐儿童设施 不仅是收费高 也不保证安全 因此活动中心更免费开放 让小朋友不怕没有玩板 非常受到我们妈妈跟孩子们的喜欢 尤其是暑假到了 也欢迎大家来充分的食用 也请爱护我们的环境 让我们这个空间能够 让更多人来这边来食用 来度过一个愉快的暑假 其实淡水星星活动中心 以绿建筑 外观打造便民的活动中心 除了一楼是公托中心之外 其他楼层更能够让市民来充分运用 而这里四楼的亲子室 不仅是空间宽阔 还有许多绘图的书本 让小朋友在游玩之余 还能够养成阅读的好习惯 记得许多安一代水彩方报道